马来西亚人读历史 都是从马六甲王朝开始的 在马来西亚的伊斯兰文明 也是散播自马六甲 郑河下夕阳五度停泊在马六甲 长达四百年的殖民岁月 从马六甲开始 历史为马六甲留下规律的文化色彩 未来世界会怎么记得马六甲 来到马六甲大家总不会忘记在这座古城门外拍照打卡 一切从头说起 你还记得马六甲书吗 我们的历史课本是这么写的 1402年来自苏门达拉的王子拜里米苏拉 因为一只鹿 一只狗和一棵树 所以在这里开国力度 而这也就是马六甲历史开始的地方 十四世纪的时候 马六甲王朝就跟中国建立了非常友好的关系 因而也流传了许多动人的故事 其中就有一个故事 就是当时的马六甲苏丹 他特地为她来自中国的妻子 汉丽宝公主 就着了一口井 另外还有一口井是在三宝亭的后面 井的水非常的特别 因为它的水的张力很大 而且矿物质很高 所以你把水放在这个杯子 那个杯子就算满了 那个水也不会外溢 所以当地的马六甲人呢 就说他是友情水 历史 当我进入你的向道 我的心和你的声音交融 在成堆的骨弓异品当中 你的人物和事件复活 虽然有时他们似乎纯属虚构 突然间我就站在古代的舞台上 寻找并发现事实 有时仿佛把心思抛进时间之流 深知你五指息地向前漂流 进入未来等候的洞窟 自然没有人会想遗忘过去 那是更有智慧 遇见未来形貌所必备的 就像我们小心翼翼地把值得纪念的事物挂在墙上 这条街上有山多 巴巴多 古屋多 还有牌匾多 这里就是妞妞和巴巴最初落户的地方 大家一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在荷兰街 也就是现在的敦城真路街上 这些房子又窄又长呢 主要的原因就是在荷兰殖民的时候 他们征用房产税都是以宽度来计算 也就形成了当地居民在这条街上的房子的一种特色 这么长的一个屋身呢 为了要能够引进光线和能够通风 所以呢 在好多个地方就有了这个天井的设计 走过敦城真路街 他给我的感觉既是历史的又是文化的 过去 今天和未来 相遇在这一条街上 故土 国家和民族 凝聚在每一个人的心灵深处 马来西亚的多元种族文化呢 一直都是世人所津津乐道的 就像马六甲这条青山街呢 一条街上就汇聚了三大种族的宗教场所 好像我身后大家都非常熟悉的青云亭 再往下走就会看到清真寺还有新都庙宇 在这里的居民也和目共处了好几百年 而这条青山街呢 也成为了马来西亚多元种族 相处融洽的重要标志之一 这是条带着神性的街道 散发着现世 来世和彼岸世界的气息 并彰显着人性中最美好的品质 世界上许多地方因种族和宗教问题 平生事端 这条街上的信徒 却能和目相处了二百多年 这条街 岁有了一个雅号 清善节 清善节呢对我来说也特别的清善 因为呢我的外公家就在离这边不远的转角处 小时候呢常常就会听到这些打铁声啦打鲸声啦 还有在不同的时间点呢会听到不同的摩拜场所所传出来的一些祈祷声音 呈现的就是一种三大民族之间的相处融合的一种景象 如今走在这里我看到的我听到的秀到的还是这种相处融合的氛围 一条街 三种信仰 清善节真的是实至名归 今天我们真的很有口福啊 因为他对他定的是特别为我们准备的 这些这个铁牙干场的铁牙的菜肴 这些菜都看起来都很有特色 一般上我们在宴客之前呢 一般上这个是餐前小吃 对这个叫做拍地 一般上我们吃了这个之后我们才净主食 如果是请客人来家里的话 我们会准备这个阿扎 或者是这个王黎霞 几个菜色都是一定会有的 铁牙文化呢其实是很广的 但是最信任还是美食 这已经信任我们 马六甲和中国的渊源历史非常的久 我也知道就是在2020年底的时候 这个宋王船这个活动也经过生移成功 那你能不能帮我们介绍一下呢 其实马六甲和中国的渊源有将近六百多年的历史 正和气下西洋至少五次到马六甲 其实我们今天在这个位置呢包括这个 我们在这里用餐的地方呢都是正和的官场的延迟 意思就是说呢当时在六百多年前 他的随从啊士兵啊商人都是在这里炸营 所以这里呢文化领域呢是非常的浓厚的 而且正和来的过后 这一批的华人又留在马六甲 在过去的几百年来 华人和当地的土族通婚 就形成了这个八八两惹 其实呢我是第四代 对这个 宋王船其实也是八八两惹的一个文化习俗 在过去的几百年来呢 这个文化是从福建厦门一带呢 的传到来马六甲 通过八八两惹的组织呢 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是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宋王船 生移活动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 就是泳泉殿 那在我身旁呢就有负责人 就是他到严永和以及苏文才先生 王船其实是一个副船 副建的船 进来请那些孤魂野鬼 可是我们门南人 我们副建人 尤其是我们八八人 从来不叫他们孤魂野鬼 我们是称他们作为好兄弟 我们是请这些好兄弟上船 为我们的王爷服务 做王爷的海军 他的意思呢就是给这些好兄弟一个机会 去做好事 也就趁着这个机会 他们可以投胎 做人 就是这个的概念 是 在中国当然到今天 还有很多宋王船活动 在马来西亚 其实我们有记载的是从1854年 1854 哇 每次送王船我们都是会有论业 要有13个业我们就会送王船 是 因为华人就说有13个月就是不好的那个年 是是是 所以我们又赢了一个新王爷就是叫孟府王爷 就是这尊 这尊是纸炸的 纸做的 就是赢了这个王爷 也就在2024年1月11号 我们还会再几半多一次送王船 这有可能就是说 新冠肺炎 这是病情的尾端 再把所有不好的再送出去 送出去 直接就是平安 哇 我们也希望如此 我们永泉店也准备了一个叫做 马六甲宋王船博物馆 也就是在我们的庙宇隔壁 从1919年所收藏下来的很多这些文物 谢谢 来变成了一种教材 给大众对宋王船有兴趣的 可以来这边看 当然也可以学习 从中也希望有一些年轻人 肯借这个文化 继续地发扬到下一代 是 这也是文化传承的一种 那些从课本里跳跃出来的历史 更像是传说 在我还没有具体了解 什么是历史的年纪 一页又一页的传奇 在我的脑海里 诸构起一个像魔幻电影的场景 上演融合了浪漫 探险 战争 奇情等元素的剧情 而在这个世界出入的人物 有逃亡的苏门达拉王子 经商的阿拉伯与印度商人 强悍的仙罗军队 远渡而来 且气势磅礴的中国船队 带着炮火进攻的葡萄牙人和荷兰人 及强盛的日不落帝国子民等 数百年来 络绎不绝地编写出马六甲的精彩 在我第一次游宝山亭的时候 我就发现了这么有一棵 非常奇特的百年老树 所以你可以看看它的树心 虽然已经空了 可是它仍然是这么顽强地 存活了下来 这好像我们华人在六百多年前 他们离乡背井 然后也是凭着他们一个非常强韧的生命力 在这块土地上留下来了 这就像这棵树一样 让我们见证了生命不死的奇迹 看它现在那个玉叶是开满了枝头 所以也让我领悟到 真正伟大的生命 它其实是永恒不朽的 我们也希望马六甲能够像这棵树一样 在未来数百年 还是能够继续地美丽下去 是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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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